大家好,现在是春兰跟惠兰花芽分化的时候,也是准备要开花的时候 但是很多花友担心自己的春兰或者惠兰开不出花来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技巧,让你的春兰和惠兰准时开花 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的是要给它猝食开花 猝食开花有很多方法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简单的一些方法 就是用这个零声二进甲给它猝食开花 那么这个零声二进甲该怎么使用呢 我们使用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给它淋这个根部 另外一种是喷洒这个页面 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时使用 那么喷洒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用这个零声二进甲兑上1000倍的水 也就是用一克的零声二进甲兑上1000毫升的精水 早上或者晚上给它喷湿一片页面 那么我们在喷湿这个页面的时候也要注意 这个页面的表面跟页面的背面 一定要喷洒均匀 还有这个盆堵或者是这个兰花炉头上面也要给它喷洒 全部喷洒均匀 这样非常有利于兰花吸收这个零声二进甲 促使这个花芽分化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零声二进甲呢 最好是一个月用到三到四次 这样这个兰花都很容易花芽分化 到时就可以按时的开花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春兰跟惠兰有何正确给它促时开花 觉得有用 点个赞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